排超低人!李盈莹常规赛得分榜最佳,得分已超过400分。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初出茅庐的中国女排小将李盈莹就交出一份近乎完美的打卷。 在2017-2018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元年,李盈莹个人得分突破800分大关,创造历史得分新记录,在与上海队的较量已疯狂砍下45分,打破了当今世界女排第一人朱婷保持的43分单场最高得分记录。 用一天表现带领天津成就十一关罢业,成为中国女排联赛第一人。 2000年出生的李盈莹的闪亮登场,也吸引到世界排坛的目光,在国外媒体评选的十大女排超级新兴中,李盈莹位列其中。 而作为中国女排国家队一年级新生,李盈莹进队就得到郎平教练的赏识,主导了很多国际比赛,尤其是在2018的女排重头戏世锦赛上。 李盈莹与其他一同入选的新人不一样,李盈莹被郎平教练当作中国女排的骑兵使用,上场时间远比其他人要多得多,得到的锻炼也要多得多。 2018年世锦赛同台战更是让当时的年轻小将李盈莹在国际赛场上一战成名。 与荷兰女排的一战,李盈莹并未是替补上场,而是作为首发出战并且打满全场,最终立刻荷兰女排为中国女排获得世锦赛同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赛后国际赛在其官网撰文,对世锦赛中和季军战表现出色的李盈莹大家赞扬。 文章标题就用了Leigh Stars,直言她是未来新星。 这样的待遇即便是同辈外媒称为十大超级新星的埃葛努也没有享受过。 2018-2019年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新赛季,越发成熟的李盈莹在国内赛场上更是挥洒自如,进攻自成一档。 联赛发强赛结束后,李盈莹凭借自己超强的得分能力傲视群方,她以413分排在第一位,比排名第二的辽宁国手段放375分多38分,也是常规赛比赛唯一超过400分的队员。 这还是在天津女排提前四轮晋级4强后,李盈莹因为脚伤出场时间锐减的情况下。 李盈莹被国内球迷戏称为双赢,而本次八强战结束后的女排联赛得分榜上,李盈莹场不仅个人总得分排在第一,李盈莹场规赛总共打了61局,她还以局均得分6.77分排在榜首。 真是名福宫时的双赢。 排在局均得分第二的是福建女排的郑益心,郑益心打了65局得到了338分,局均得分为5.2分。 郑益心4强赛将加盟天津女排与李盈莹一起携手向新赛季的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